那咱现在再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样本数据 它是一个111 这个样本数据比较简单 咱们就相当于是四个像素点吧 每一个像素点一直都是等于1的 然后呢有这样W1它还有W2 W1和W2分别相当于两个模型 它是一个1号模型 还有这样一个2号模型 我们现在要来说一下 就是说W1和W2这个模型 跟X进行组合之后 哪个效果比较好呢 咱们实际来看一下 用这个W1乘上X的一个转质等于多少 我们看对应乘就是相当于一个对应位置相乘吧 1乘1加上0乘1加0乘1加0乘1 最终等于1吧 那这个是一个1号模型 最终预测结果 它是等于1的这样一个得分值 然后呢这个2号模型啊 我们再来算一下2号模型 它是都是0.25 显然跟这个1号模型差别比较大吧 权重的一个差别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算一下 0.25乘1加0.25乘1 再加0.25乘1 再加0.25乘1 最终等于一个1分之1 然后有4个1分之1 1分之1乘以4等于1吧 对于这个B模型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 这个W2吧 再乘上一个X的一个转质 它也是等于1的吧 那现在是不是说 我用两个不同的模型啊 W1和W2 因为它们里边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两个模型是根本不一样的 对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模型 我得到了一个相同的预测结果啊 我都会使得最终的一个得分函数值等于1 那这种情况下是说 我这个W1和W2会使得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一样的吗 我选择其中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选择一模型是不是也可以 选择二模型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大家要来想我这么做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啊 这个W1和W2真的就一样吗 其实来说咱们在深入到这个W1和W2的细节当中来 虽然它会使得最终的一个得分值是一样的 但是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W1模型啊 它是第一个位置等于1 其他位置都等于0 那它相当于什么 它相当于只关注咱们原始数据当中 就是这个X是咱们的数据只关注于数据当中的一个像素点吧 其他像素点等于任何值 跟我最终结果没有关系吧 其他等于1等于2 这块比方说不是1是个234 是任何值有关系吗 没有任何影响吧 都会使得最终的预测值跟第一个像素点相关吧 这是1号模型啊 它会只计算一个像素点 那咱再来看这个2号模型啊 2号模型咱们来看 它是一个值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吧 没有一个是比较突出的 或者说没有一个是比较凹进去的 它的一个分布比较均匀 都是0.25 都是0.25的意思 是不是说 它会计算一下咱们当前的这个模型 会计算一下 当前这个权重 它是综合考虑到每一个像素点吧 第一个0.25 它是跟第一个像素点组合的 第二个0.25 跟第二个像素点组合的 第三个跟第三个组合 第四个跟第四个组合 是不是说啊 这个2号模型 相当于咱们把原始数据集当中 每一个像素点都拉进来了 每一个像素点都参加到计算当中了 那这个时候咱们再来想一想 1号模型和2号模型 好像有些区别了 1号只关注一部分 2号呢 它关注于一个整体 那是不是说 我们希望啊 是得到一个这样2号模型啊 因为2号模型呢 它关注的面更广 它不至于只关注一点而导致过拟合吧 过拟合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这个样本在某一个 就是说在咱们训练级上 它表达效果比较好 但是呢 实际的一张测试数据来之后 它表达效果就不好了 那对于这个W1这个模型来说 它只关注一个像素点 是不是没准下一个输入数据来了之后 第一个像素点它没准不好 就会导致它一个不好的分类效果啊 这个是很常见的吧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用这个W2模型 而不用这个W1这个模型 因为呢 W2这个模型啊 它是分布是比较均匀的 我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个分布啊 还是稍显均匀的这样一个模型的 那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一个W2这个模型呢 这回我们就加进来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正则化惩罚项 这个正则化惩罚项啊 就是要惩罚咱们那些权重参数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W1 它是一个1000 这个W2它都是一个四分之一 然后四分之一都是四分之一吧 我们加上一个正则化惩罚项 比如说加上一个L2正则化 在哪里边加的 我们看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一个损失函数吧 损失函数后面 我加上了一个正则化惩罚项 所以说我现在把损失函数又扩展了一下 损失函数呢 不光要包含着原始的一个损失函数 还要包含这样一个惩罚的损失函数 惩罚就是惩罚这些权重参数 怎么惩罚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L2惩罚项 L2惩罚项它是会去算一个 W的平方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就还是这个W1和W2吧 分别算一下W2惩罚吧 对于W1来说 一个1的平方等于几等于1 然后呢 1加上一个0的平方 0的平方等于平方都等于0吧 所以说它最终的结果就等于1的 那对于这个W2来说啊 W2它还是会算这样一个W平方吧 对于W2我们算啊 第一个是四分之一的一个平方值 第二个呢 也是四分之一的一个平方值吧 第三个 第四个 都是这样一个平方值吧 第二点 然后呢 得出来结果多少 16分之一 然后乘上4等于四分之一吧 那咱们现在来看 对于这个W1和W2来说 咱们现在分别得到了两个惩罚项 对于W1我们惩罚是1 对于W2惩罚是四分之一 那是不是说我们对于W2啊 这个二号模型惩罚的比较小啊 惩罚的比较小 说明我们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于W1惩罚比较大 那虽然咱们现在得出来的一个是相同的一个得分函数 相同的得分函数可能导致相同的一个损失函数 但是呢 在咱们加上了这样一个正责化惩罚项之后 这个W1和这个W2还会使得最终的损失函数一样吗 它们就不一样了 咱们W1的损失函数会偏高一些 W2会偏低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择W2这个参数 因为它会使得最终的一个损失函数值啊 整体的损失函数值是偏低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损失函数啊 它表达着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损失函数呢 最终的一个终极版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data loss 再加上一个正责化惩罚项的loss 是通过这两步啊 咱们综合的去评判一下当前这个样本 它的一个损失是多少的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 咱们一定要刨除样本个数的影响 因为样本的个数 对于最终模型好坏是没有影响的 好